HELLO 歡迎大家來阿兔娘的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在我們這個家裡的場景 其實就是又要來介紹我們家 曾經已經開箱過我們家了 但今天要介紹會有一點不一樣 主要是以裝潢使用上 超不厚或是有些可惜的地方 裝潢的時候新家嗎? 對於這個家會有一些很浪漫的生活想法 你迫不及待把這些設計放在你的家裡面 這個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到底是大還是小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經驗看 你覺得到底是後悔多還是不後悔多? 我覺得我超不後悔這家 我超愛這家 因為是透過我們的生活分享 就跟大家分享更多 首先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從大面積的東西開始介紹 大面積其實掌控了整個家很大的定調 這個你在上一次那個狀況開箱會講天地幣 天地幣就真的很重要啊 你只要這三個東西 決定好 我們家基本上七七八八就已經定調了 我們牆壁哪些東西不後悔 我覺得系統櫃做很少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系統櫃有時候做嘛 它其實就是取代牆面的功能在 很多人會怕收納不夠 所以是瘋狂做系統櫃 可是我們就是反過啦 我們就是做一做 主要大的系統櫃 然後我覺得收納空間夠 剩下的空間因為沒有系統櫃限制 讓我們可以隨意調動整個家具改變這個氛圍 其實我真的有這樣做過 像我們的電視牆已經經過無數次的調整 對 我都很清醒 我們沒有把櫃子做滿 這是我覺得櫃子的部分是壁的一部分 我覺得可能跟每一個家的主人個性也有關係 可能我們就是很喜歡 改動家裡的 對啊 或者是又有什麼新巧思 可能會很常這樣變動 而且會從變動裡獲得開心 這個不要 再來就是真正的牆壁 很多人喜歡就是牆壁一樣嗎 就是有什麼顏色或是白牆 我覺得這個都很多人在 那我覺得我們喜歡的是白牆 可是我們就覺得白牆很單調或是白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圖牆的設計 我跟你們說我真的好愛 而且這個牆是愛到不只是我們愛 是所有人來我們家的客人都會稱讚說 欸我覺得你們的牆好好看喔 對 客人的反饋 我很常去一些餐廳或什麼的 然後我覺得 為什麼這個空間的氛圍讓我怎麼喜歡 我就會坐在那裡然後才會思考 我是去花蓮的一間家室店 這地方真的 怎麼都好一切都好 到底什麼原因 然後發現他那個牆 你一定要但是卻很顯眼 然後我就把那個老闆再刷過來 你們這個牆 怎麼用 都很簡單啊 地圖就啪 披上去然後就刷刷刷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隨便刷就好 可是因為他是藝術人 他是藝術人 所以他可以隨便刷就好 然後我們還是請師傅刷 對 然後我們做了兩種工法 因為兩種我們都太喜歡 然後我們選擇不出來 客人都有發現 所以代表說你的喬思有沒看見 做完要結論是整個家 公共空間都弄 但天后還沒有弄 會舒服的樣子 對 地板那時候大家就是很擔心說 黑色面積這麼大會不會很壓迫啊 我自己覺得不會 反而喜歡這一種很有個性的家 其實我覺得我們朋友的反饋 並沒有特別說黑色地板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家最後有默默打造出一種 亂說 好你直接講啦快點啦 而且有種英文英文的感覺 棕色黑色的 深色的感覺 然後搭配一些白色簡單的東西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很喜歡很明亮 但其實我們整個家打造完之後 是走一個暗色系 他不是只是說地板黑 我們也喜歡暗暗的 你啦 你喜歡暗暗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的協調是 我的燈就是做超滿 我要亮的時候我可以讓整個家很亮 可是他想要有一種晚上放鬆 想要有一點氛圍感的時候 是可以打造出那種暗暗的氛圍 極端的協調中間的平衡 不滿協化的 你牆面上其實還做了一個 我們真的被稱讚爆炸 就是我們的開關面板 啊 所有人來都會說 我覺得你們家的開關很酷 而且你知道每個人都這樣 就這樣 真是很難吃看 然後連Netflix劇組還有我們家拍攝 他都特別強調這一個開關金屬面板 然後大家也是這樣看 有這麼這麼這麼特別嗎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你小小的變動 你就會有一個非常風格的感覺 這我還是可以跟大家說大概多少錢 全室都換 不管是開關或者是插座 只要有那個孔的 全部都換 這個料的錢 大概是6000塊 以一個裝潢來說的話真的很不貴 然後你獲得這樣子的風格 其實並沒有花上非常多的錢 我覺得代價算是可以接受 沒錯 接下來其實就是要講 點綴之物就是選品 軟裝的這種表現 燈是最能創造氛圍的 除了上面的砍燈 吸引燈之外 可以選一種吊燈 臂燈 其實都可以增加氛圍感 然後這個燈是那時候我很喜歡 它是德國老品牌的燈 它就是很貴 4萬5 它是我們家最貴最貴的選品 它可以這樣就是調整 你可以把它拉低 然後你可以停在任何 這是我的不好意思 任何你想要停的地方 德國工藝的力學 我真的覺得非常漂亮 它其實有兩顆球 這兩顆鐵球其實就像101的阻尼 曾經有一次地震的時候 狼就剛好坐在那裡 然後看著這兩顆阻尼 不會動 鐵球是不會動的 但是燈也是稍微晃動而已 它沒有那種什麼360度在那邊轉 然後它那邊亂掃是沒有 就是很輕微的這樣 可是地震很大喔 這組作品是有強烈的物理學支持 限制是寬度一定要在什麼以上 剛才有人做成三角形 因為它是三個點嘛 我們是做平行的三個點 做支撐這兩個是吊燈的點 那有些人會把它做成三角形 我覺得很有趣 但是呢這一組燈卻來把人問緊 所有客人來我們家都不會問這組 不知道這個燈很厲害 因為它是放在這裡太合理 沒有人的吊燈可以這樣OK 他們不知道是很正常的 可是這個綠這麼漂亮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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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呢 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跟大家說點綴植物的重要性 然後我們的點綴植物主要都是燈具 但是如果你已經做完裝潢沒關係 你後面軟裝還有地燈 海燈跟豬燈嗎 對 這些東西我也超級多的 頂燈全部關完之後就可以打造出那種 晚上微醺微醺的東西 像這件事情是我去美國的時候我也發現 基本上美國很多人家裡是也沒有頂燈 立燈一盞打亮整個房間 像我那種很喜歡家裡很亮的 我是很受不了美國 我真的快不開 好愛 好愛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嗇按下訂閱 按下舉動 打大的幫助 訂閱 接下來講到區域的分塊性 大手一會就把這牆給打掉 非常不後悔的 我覺得可以增添整個空間的寬闊 我們牆沒有全部打掉 我們只打其中一小塊 可以像是打一個框框出來的感覺 對然後這個框框加了玻璃門 玻璃門呢有個好處 如果說我們今天真的要開會 欸有沒有就這樣 這個我也不知道說後悔還是不後悔 我覺得這個怎麼有點佔空間 因為它收的時候它就是要一個 這麼寬的距離 它就一定要這樣然後推到底 變成說你邊邊不能放東西 你就空間浪費掉了 試一次也有說你們要不要用滑門 不佔空間 後來覺得說既然要美觀 我們就一次把夢想實現到底 人生總是要實現過夢想 才會知道你的夢想都不切實際嘛 然後我其實真的有在猶豫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改滑門 不改 依然不後悔這麼做 但是也有發現它不實用的地方 跟那個不完美共存 不是那種很抓狂的 秀一下就來到了我們的主臥室 我覺得主臥室最主要是要給人家一種 輕鬆的氛圍 我依然覺得非常不後悔 就是我們沒有做很多櫃子 我也有做的是衣櫃 而且我們衣櫃就做到頂天 雖然有些人會說上面可以封東西 可是那個灰塵就會落下來 我寧願做到頂天 上面的空間 就把它都封起來 對就是一種開關的 還是可以做收納 我覺得這樣就會整體很美觀 我們放了一個吊燈 最後睡前的滑手機啊 看書啊 或是你要幹嘛幹嘛的時候 有一個小燈 真的是非常不後悔 太好有 而且有這樣子的燈 就是決定的隔掉的感覺 就整個跑出來 而且高度很重要 高度必須是要翻身 欸很舒服的位置 不要說你為了關個燈 你還要整個特別坐起來 爬起來就關那個燈 我所有的家具 或是所有裝潢 都有決定高度 跟它要放的位置 這個吊燈我要多講一點 它其實是另外階的 我們自己組上面的主燈就有四顆 它是完全獨立的 也就是我主燈全部關掉之後 會有個很浪漫的吊燈在那裡 我們的主臥室跟客廳一樣 就是有兩個這種 有燈泡的燈跟天花板上的主燈 就要有點氛圍的時候 把天花板的燈全部關起來 然後剩下這個有燈泡的燈 哇 我現在真的是走進主臥 都還是覺得好舒服 累了一整天 然後終於可以放鬆的感覺 是非常油的 還有一個選品我覺得很對 就是我們選了這個矮貴 我們的床的正前方有一個矮貴 不坐高就不會有壓迫感 一切打造是為了舒適 然後整個氛圍舒適之後呢 跟著我們的床來到這個家之後 就不舒適的是我們就換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種情況就是 睡一睡之後發現 欸 奇怪以前睡這個床啊 都沒有什麼問題 怎麼換一個家之後 這個床就睡起來不舒服了 對 就是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然後我們也遇到了 所以我們後來又換了一個床墊 然後這個床墊我覺得就非常滿意 搭配這種很舒服的氛圍 每晚都睡得很舒服 想窩床墊軟硬是這種 非常中庸的一個軟硬度 主要還是靠它的支撐力去幫你撐起來 我覺得有支撐力的床是非常重要 你不要一個翻身之後 你就整個有一個部分陷下去或是幹嘛 休息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床墊大家擔心的就是 買了不合適怎麼辦 想窩其實也有 白碗試睡的服務 如果你要實際去店面挑選 市場是最準的 北中南都有 我覺得選床墊盡量真的要選 有這樣服務的 你要睡睡看才知道你合不合適 有的時候我知道可以去店面試 可是那個市你都只是 說個5分鐘躺個10分鐘 床其實只要睡一整個晚上 這樣子的服務真的非常適合 購買床墊的人 它整體的服務是非常不錯的 還有10年的保固 它還有一個小細節 我覺得是消費者友善的 它把你的床墊送過來之後呢 這一點對我們兩個人來說 實在是太重要了 重點是免運費 以及如果你的樓層 大家都住不同的樓層 也免了樓層費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的 消費者友善 再來被子 想我有一個涼背 我覺得涼背其實還不錯 你可以單蓋 它不會太薄 有些人被子就是涼背 它很薄很薄 其實就是被套而已 我覺得被套太薄了 它必須就是要有一點 棉被的感覺 如果真的冬天了 你真的很冷的話 你還是可以再塞後棉被進去 就是非常輕膚 我覺得被子畢竟每天 蓋在身上 有時候會用到臉或是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材質很重要 它還有一個房滿的那種材質處理 現在人很容易過敏 你能夠減少過敏原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滿意 主肉是你有什麼覺得後悔的嗎 我有 你有 你竟然有 選品嗎 還是裝潢 其實我們主位也有被客人稱讚 然後我們的廁所也都被稱讚 我們兩個廁所都是做清水磨處理 但差別是客裕的天花板有做一個箱上 散發木頭箱 然後那時候因為為了省錢 其實也沒省多少 一瓶是五千塊 大概要兩瓶這樣 你看一萬塊為了省 因為我很多東西都 加個五千塊加個一萬塊 加到最後我就捨棄 因為我廁所也喜歡天花板了 木頭嘛 對 我就喜歡 然後也沒用過 想說試試看 想說主屋那不然全身省下來好了 結果一省都很後悔 因為客裕都香香的 身體氛圍非常好 然後我的主屋廁所就是 有點後悔沒有把錢給花下去 做一個有香山的天花板 廁所就會香香的 微微後悔 遺憾 不到真的是嫌棄的程度 整體來說 我真的很喜歡 那你們知道那個 大個便整間都是木頭的味道 就好像在大自然裡大便一樣 你知道那個感覺有多好嗎 再來到了弟弟的房間 最大最大超級不後悔的事情就是 一樣沒有做任何的櫃子 小孩要因應不同時期 他從不會翻身到會翻身會爬 然後他的東西要開始變動的情況下 我覺得他的彈性要比較大 什麼都不做 只有換開關面板 窗簾啊 牆壁之間弄好 沒有任何固定的櫃子 我們留了一塊空間給 他是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全部他的空間 他的玩樂區 如果說要跟他一起睡午覺 我們只會跟他一起睡午覺啦 晚上他就睡在自己房間 我們睡我們的房間 我們就會有這個 想窩的包床墊 他有單人床跟雙人床 如果你現在的床不是那麼舒適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個在你原本的床上 他還有附這個可以扣起來的快扣 可以打開就攤在這裡 廢話不多說 展現給大家看 好啊 他有兩面 就是這樣 有沒有 這是一個單人床 可以睡覺的地方 第一句睡在這裡 就可以很舒服的躺好啦 而且大家不要覺得 就是這個很薄 睡起來很硬 其實不會 真的很舒服 支撐力也非常足夠 這個CP值也是非常高的一個產品 但我們選這個是單人加大 這空間其實很寬敞對不對 兩個人的空間 其實兩個人很OK耶 我覺得空間感很大 兩個人是挺好的 想握加分床墊很讚一點 它就是兩面 不同的感受 看你喜歡哪一面睡起來感覺 那個跟我們主臥室的床的面比較像 翻過來這一面呢 可以看到比較平 再軟一點點的感覺 就是看個人喜好 然後而且它非常好收納 就是要收起來 就是把它捲起來就好了 還有附兩條就是繩子 可以把它綁起來 就很好收了 今天最後就要留給我們這走廊 這有點像是格局的限制 很多人不喜歡走廊 是因為除了佔空間之外 還有那種陰暗的感覺 但我覺得我們很浪漫的 把這個走廊改得很溫馨 等一定要很亮 畫啊 或者是藝術品啊 老門的裝飾 然後跟一些 更新的圖片在上面的時候 我覺得就會有一種 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就不然可以想像嗎 當你這樣走 旁邊都是放滿了你喜歡的東西 對然後這個牆面就是有做特殊處理的白牆 走廊是我覺得很有風格 我認為它有個走廊的浪漫啦 坦白說 我一點都不覺得有走廊很浪費空間 走到底 以上就是我覺得整個加我們分享 我覺得有一些軟裝部分 那有一些是裝潢的時候就要做進去的 比如說燈啊 或者是面板 這一類的分享 以及就是換床墊之後 我覺得整體舒適感更加分 想窩的床墊相關資訊 我們也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希望每個人在打造自己夢想家的時候 可以拉近浪漫理想 與實際使用狀況的那個差距 找到那個甜點 你會很喜歡待在家裡的那種 以上分享就到這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